今天是金虎年 你可以看到台股今天开工日的时候 开盘是一片红通通 我们来看到大盘指数 现在已经涨到17,789点 涨幅超过了0.6% 那么这个涨跌也有100点左右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全值股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一开始台积电 其实涨势就非常的凶猛 已经涨了3点左右 大概是0.47%的涨幅 那么鸿海涨得更旺 它也有1.5的涨幅 大概是涨了1.47%左右 那么可以看到 因为长达11天的台股休市日 今年是迎接金虎年 一开始台股就一片开出了红旁 那么分析师也表示 在台股方面 在封关期间 虽然是台股这个期间 有11天的休市期间 不过在这个美股的表现呢 也有诸多的这个变速的影响 包括了美国升息啊 以及缩表 还有美国相关的科技财报等等 都是这个呈现 影响这个台股的表现 那么不过呢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个在11天的这个封关日的 这个美股的表现呢 是多数都是呈现 反弹向上的走势 所以呢 有利于台股开红盘的表现 那么只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 像是呢 像Meta的股价 风盘 不利于人宇宙概念的族群 以及苹果 高通 亚马逊的股价大涨 它是有利于台股的 联动表现 那么相关的半导体啊 资料伺服器等等的族群表现 也是不错的 那么另外在休学时 这个在休假期间呢 美股升息以及缩表的宣示 有利于金融股的表现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国际油价的表示啊 也是非常的强势 加上年后的塑化原料 回补库存的题材 将激励台湾的塑化股的表现 那么以上的这个股市表现呢 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 召唤给彭妮主播